阿罗汉能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布 这是释迦牟尼佛问的 西伯迪言 西伯迪回答 布雅 世尊 何以故 时无有法明阿罗汉 世尊 若阿罗汉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既为着我人 众生受者 世尊 佛说我得无尽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世尊 我不做事念 我是离遇阿罗汉 世尊 世尊 我若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世尊则不说 西伯迪迪是乐阿兰纳 阿兰纳行者 以西伯迪十五所行 而名西伯迪是乐阿兰纳行 这是释迦牟尼佛问 然后西伯迪回答了这么多的事情 阿罗汉就是世果 世果阿罗汉 那就是生文圣的圣人 生文圣的圣人 阿罗汉就是我们讲的四圣界 所谓四圣界 佛 菩萨 言解 生文 这是四圣界 就是四个超出天界以上的圣贤的境界 那么生文就是阿罗汉 世果阿罗汉就是生文 什么叫做生文 为什么起名叫生文 听到佛陀的法 而得到 而正得的 而正道的 叫做生文 听到释迦牟尼佛说法 而正道的 生文 生就是声音 佛陀的声音 你听到了 而且你也正道了 所以叫做生文圣 叫生文圣 那么最高呢 是四果阿罗汉 四果阿罗汉 我认为是自身 自信 情敬 你自己的佛性 已经显现了 清净了 就是四果阿罗汉 四果阿罗汉 那已经是不退转 那个地方叫不退转 其实五净祭天 三果阿罗汉 我们昨天讲三果阿罗汉 三果阿罗汉 是在五净祭天 就是不还天 他也不会到欲界去 但是他仍然在五净祭天 不还天 不会回去了 那是三果阿罗汉 也是圣贤 他就自信 完全清净了 这是四果阿罗汉 叫生文